很多人宁愿花钱在吃 很多人宁愿花钱在不必要的东西 也不用花钱去上课 搞错了 其实最重要是 你的钱要先投资去上课 提升增值 数字 能力 知识 全部要提升 因为这个东西提升 你要赚100万就100万 你提升到200万的能力 你可以赚200万 你提升的又多 你赚的又多对吗 你要的东西自然牌 有什么 朋友你好 我是Josua 那是我的太太Audrey 中间那个是我的小丸子Joelle Ma This is my happy family 欢迎来到这个JS Joshua平台 记得可以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给更多的信息你可以听得到 你明白 当你提升自己 你就可以赚到你该赚的钱 你说你要赚100万 你要赚100万 你要赚100万 但是 但是你个人的能力 跟数字 你的能力跟数字 有ability and quality 你的能力跟数字 数字 你要赚100万你的能力跟数字 一年只是 只能赚50千 你只有50千的能力 跟数字 你没可能赚到100万的 没有可能的 这个就是很多人不明白的一个道理 你在这样的一个 数字这样的一个能力范围之内 你只能赚50千罢了的 因为你只有这样的能力跟数字 你不可能赚到100万 除非 你要提升 所以提升这个就是personal development 个人提升 个人发展面 所以 很重要的 你要定目标要成功 最重要就是个人提升才是最重要的目标 因为个人没有提升 你说我要赚100万我要买物质我要几件半个肉啊 这个什么 我要买这个那个那个 都不会失限的 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能力 没有这样的数字去赚到你该赚的 没有这样的能力数字去达到你该达到的梦想 没有 所以最重要的目标你一生中就是个人的提升 所以我跟你讲 你来上课 这种课程是无价之宝来的 这种课程是无价之宝 因为这种课程提升了你 你的数字你的能力 被提升 你的知识也被提升 knowledge 知识也被提升 对吧 但这些东西提升了 你就在不同的层次了 你的思想能力 你看事情 你的价值观 你的态度 你的行为 全部不一样了的 以前在那比较低的层次 现在因为你上课 你一直争 一直争执 一直争执 一直争执对吗 一直提升 所以你的能力 你的数字 你的知识等等 一直都增加 所以现在你不在低层次 你已经进入了中层次 然后高层次 对了 所以当你提升到这个层次的时候 你要赚一百万是不成问题 所以很多人不明白这个由你 所以很多人 您用花钱在吃 很多人您用花钱在不必要的东西 也不用花钱去上课 搞错了 其实最重要是 你的钱要先投资去上课 提升 增值 数字 能力 知识 全部要提升 因为这个东西提升 你要赚一百万就一百万 你提升到两百万的能力 你可以赚两百万 你提升的又多 你赚的又多 对吗 你要的东西吃哪来 但是大多数人的思想是颠倒的 一直要享受 享受享受享受 they just want to enjoy life 所以 多少个人可以赞成大多数人 不用一花钱去上课 第二 多少个人赞成大多数人要去上课 很贵 多少个人可以赞成 大多数人看到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就算价钱高 不管三七二十一 买 你看到吗是不是很矛盾 是不是很矛盾 所以价值观的问题 他觉得物质 比个人提升来的重要 说到吗 价值观的问题 这种价值观是错的 你应该把个人提升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在你的一生 因为个人提升了 你的能力提升 数字提升 知识提升等等 我保证你你要赚一百万一千万你都赚得到 但是你一直花钱在物质 你个人没提升 你一直停在第一层次 你怎么样赚得到 你可以喊到喉咙都刚 我要赚一百万我要买十间物质什么 你可以喊我要买BMW 你都没办法实现 因为你没有能力 数字 知识 去得到 多少个学到东西 我 大事 多少个学到东西 我 OK 我希望这个信息鼓励 和激发到大家 记得在下面给一个like 然后顺便subscribe 我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以后有更多的信息给帮助大家 谢谢